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炮兵部队为了隐蔽自己的行踪 就创造出了一系列让人叹为观止的伪装技术 让美军侦察间列卫星无功而返 据日媒早前报道称 中国二炮部队最重要的地下导弹阵地 可能位于华北某山区 战略弹道导弹能在这座地下迷宫中机动部署 并从数百座真假混杂的地下发射井群中发射 该隧道全长5000公里 深达数万里 这使它可以经受常规导弹或核导弹的打击 面对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尽管中国核武库没有美额塔 但这些隐蔽而坚固的地下长层的存在 能够确保中国拥有二次合法基地面 混合所有已知数据 中国核弹头数量比外界最大估计还要多 其各型弹道导弹数目可能达到3600枚之多 此外 从西美和美国侦察卫星照片披露的情况看 中国地下机场至少有40个 这些基地让任何人都很难在地上摧毁中国飞机 有推测称 其可以保护至少1500架飞机